不要被这个外面的传言所动 我们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深智慧 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前的这些灾难 有信心有决心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外国人讲世界末日 中国人没讲 中国确实几千年来 太平盛世了 这个地区是全球大智之国 是非常叫人尊重敬佩的 那佛法呢更没有 更没有世界末日 佛术 这个当然来只是精到灭尽 是佛的 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到最后 佛的经典 也在这个世间消失了 这什么时候呢 这经上告诉我们 释迦摩尼佛的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所以法运是一万两千年 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说了 就是世尊教化众生的影响力 在时间有这么长 在空间 那整个地球 我们肉眼看到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那不同维持空间 那就僵尸发解 所以有这么长的时间 在末法 九千年当中 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这九千年当中 佛的法运有兴衰 实际上兴衰 不是佛的关系 也不是法的关系 是人对于佛陀教会 相不相信 肯不肯真干 如果我们深信不已 认真一教修行 那就是正法 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 我们尽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果 就是成就 而且是圆满的成就 这在这部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就是正法 经教 灭尽了 这一部经 就圆满 代表了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为什么 一切法到最后都归净土 那那净土 岂不就是一切法吗 佛特别慈悲 把这一部经 留到最后的一百年 末法最后的一百年 是什么本子呢 肯定就是现在用的这个本子 肯定就是黄念族 朱节的这个本子 金柱啊 都会 留到末法最后 百年之后啊 这个经也没有了 这个世间也不在了 还有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能听到 这个名号 也能信 也能念 也发愿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还是 能成就的 这个是 如来 确实是 无尽的 慈悲 爱 明 受破世界众生 那么佛灭度之后了 佛发在这个世界 灭度之后了 我们知道啊 一切祝福菩萨的大愿 都是 帮助众生 都是帮助众生 破弥开悟 利苦的路 没有写其众生的 佛在不在世 不在世的那个时候 地藏王菩萨 他在这个世界呢 他代理佛 代佛 度化众生 这是在啊 没有佛出世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时间很长 米勒下神经里面讲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等底下一尊佛 就是米勒菩萨 到这个世界来 世线成佛 世线成佛 就跟 释迦牟 那佛一样 八相成道 世线成佛 那个世界呢 就又有佛 说法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 有佛出世的时间 不长 虽然是一万两千年 在我们看起来很长 但是在无尽的时空里面 一万两千年很短 了解世线真相之后 才知道 遇到佛法不容易 所以佛常常说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 那我们今天的人生 又遇到佛法 又遇到佛法的 上上惩罚 遇到华吟 遇到净土 希望同学呢 真的 精醒过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就 成就难不难 说难不难 说不难也相当难 这个难与不难 全问自己 不能问佛 也不能问法 也不能去问别人 你真信 真法愿求生进土 真肯老实念佛 就不难 就不难 确实不难 如果你怀疑 如果你还对这个事件 还有留念 想去 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事件 那就很难 所以一定 要把 净土 离世 因果 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信一信 就清净了 不辜负 世尊 当年在世 讲经教学 49年 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帮助我们 断移身心 我们听清楚 听明白了 把整个宇宙的源起 生命的源起 自己从哪里来的 苏婆是什么回事件 极乐又是这么回事件 都搞清楚了 那我们就知道 怎样选择 知道怎样去用功 我们去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真的究竟圆满的福 那这就是 后面说的话 其有众生 知此经者 随意所愿意 借过得度 在罚灭尽的时候 遇到这不经 遇到这六字鸿鸣 都能够得度 何宽些债 现在拘励 这个 经到灭尽呢 还有九千年了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不要被 这个外面呢 传言 所动 我们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 深智慧 知道如何应对 我们 进行前的 这些灾难 有信心 有决心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阿 利 托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佛 佛 感谢观看